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有柴师说过 握紧双拳你将一无所有 放开双手你将拥有全世界 人们紧握得看似是坚持 可实际上就是执念 人们放开的看似是无奈 可实际上就是人生 做人要懂得切换状态 既能够握紧双拳 又能够放开双手 有割舍也有得到 在这短暂的人生中 遇挫遇愤 拯救非凡 只不过人们所难以做到的 并非是执着 恰恰是放下 对此相信很多人都会疑惑 放下就代表了轻松 为什么人们还是执着于惨兮兮的生活呢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这一生最该放下三件事 一个日进抖金的老板 他明知道公司资不抵债了 可他还是拿命来坚持 甚至不惜跳楼轻生 为何 在高位享受久了 自然就无法面临有落差的生活 落差二字最让人感觉到痛苦 从某个角度来说 人类的心理承受能力 终究还是脆弱了一点 所以 他们一直经受着生活的考验 忍着一生 无论你活到了多少岁 都需要学会放下 尤其是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对于这三件事 不要过分执着了 会害了你 对于功名利路 我们可以放下了 曹雪芹在《好了歌》中写道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种一堆草没了 这世间之人 都知道神仙般的生活最好 可他们还是难以忘记功名利路 纵观古往今来的王侯将相 他们还在何方呢 早就成为了一堆白骨了 纯熙七年 公元1180年 41岁的新七吉任江西安抚史时 开始在上饶修宅建园 4年11月 因屡遭弹劾 新七吉罢官归隐 放下功名利路 坐实于此 并取号 驾轩居士 在这里 他将拥有20年的田园生活 田氏安逸 不再有国有民 人生似时而不惑 宝京战乱的新七吉一心报国 曾率50士兵 勇闯敌军几万人大营 却因是归正人身份 屡遭排挤 心灰意冷之下 寄情于山水 有时候想想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城市里的生活 忙碌而又机械 最后都忘记了 在为什么而忙 偶尝感到疲倦和迷茫的时候 也恨不得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养几只鸭两条狗 一房两人三餐四季 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功名利路 适当执着 可上了年纪后 我们不妨活得淡然点比较好 至少功名利路是带不走的 再有钱 也无法带着离开 再有名声 也无法长久一辈子 再有事业 也无法让人活到两百岁 如此 我们只要享受了过程 就无憾了 试想 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吗 生活不就是一个过程吗 既然我们把过程中的一切做好了 那我们何必执着于身外物呢 该得到的一切 我们可以把握 而得不到的一切 我们不妨放手 放下才是智慧 对于以往的一切 我们可以放下了 所谓过往不可追 未来有可及 过往的一切 哪怕我们再执着 也无法重新再来 哪怕真的能够重新再来 又有谁能保证再来一次的结果 会比当下更好呢 既然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也不存在重新再来 那我们不妨把心思放在当下 以及未来 踏踏实实地活着 就足够了 故事后 有一位农民上山问道 他一看到老禅师 就哭诉自己的前半生过得不好 一生都没有幸福过 实在是悲哀 老禅师回了他一句话 继承往事 早是云烟 悲苦众生 奈何执着 人活一世 最悲哀的 其实就是对过往的放不下 人类明知道 放不下的结果就是痛苦 可他们还是坚持走入死胡同当中 这就是他们的不治 同时小楚和男朋友分手半年多 一直都不能放下过去这段恋情 虽然他们分了手 但是小楚还是会每天看前男友的微信动态 就连看到前男友为他买的背包 心里还会难过很久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他对小楚特别体贴 但是小楚还是无法忘记跟自己相处了四年的前男友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闺蜜的一句话让他清醒过来 原来前男友刚和他分手三天就有了新欢 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而已 从知道这件事后 小楚的心里就豁然开朗了 自己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把自己拴在这样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身上呢 后来小楚答应了现任男友的追求 一年后两人幸福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做人差不多就可以了 别总是要求太多 也别总是欲念滔天 平平淡淡才是真相 对于人生完美的追求 我们可以放下了 白岩松说过 花还未全开的时候是最美的 花一旦全开就离凋零不远了 月亮还未全圆的时候最美的 月亮一旦全圆就离亏损不远了 完美看似是一种崇高的追求 可实际上不过是自讨苦吃罢了 试想这世间万物又有谁能做到实权实美呢 连圣人都有缺陷 都在日醒 又何谈是普通人呢 在一次演讲中 曾世强教授说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求告苍天 希望他能够福寿双全 子孙后代幸福美满 家庭和和美美 家底资产足够丰厚 对此 苍天就回了他一句话 要不我们俩调转身份吧 如果能够拥有这般完美的人生 那我自己去做就完事了 为何还要让你拥有呢 这就应了一句话 众生皆不完美 人如果要想活得幸福一些 那我们只要做到知足常乐就可以了 为什么非要如此执拗不堪呢 执拗的本质就是让自己受苦 毫无意义可言 走过半生 渐渐理解了那句话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有时候越是用力 越是握不住 过度抢求 最后都会失去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20英里法则 从美国圣地亚哥到缅因州 路程大约是3000英里 如果要走完这段路程 每天走多少英里 才是最合适的 答案是20英里 而走完全程需要5个月的时间 事实证明 有很大一部分人 无法在规定期限走完全程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这部分人在旅途刚开始时 每天拼尽全力走40英里 等旅途到了一半时 他们的体力和热情 就几乎消耗完了 最终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 所以花费了7到8个月 才能到达终点 而在规定时间走完的人 从始到终 每天坚持走20英里 按期到达终点 所以说 一开始太用力的人 往往跑不远 人生也是如此 与其耗尽所有追求完美结果 不如调整自己 拥有完美心态 爱得太满 物极必反 要得太多 失去更多 留有余地 才能圆满 毕竟 幸福靠的不是抓得太紧 而是自我成全 什么是放下 内心通透 平和豁大 不再为了一成一成而纠结 那就是放下 借用金庸先生的一句话 无我无形 无我无心 无我无招 无我无敌 真正能够无敌于天下的人 绝对不会为了看得见的招式而纠结 反而是将自己容纳于天地当中 在顺其自然的过程中 循序渐进 进而达到无敌的境界 同样的道理 真正能够活得幸福的人 绝对不会因为眼前或者过往的一切 而忐忑不安 至少人生的前路满是希望 只要内心足够坚定 又怎会惧怕铁树不会开花呢 人到午时 放下不必要的执念 平平淡淡做人 相信幸福将不期而至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烦恼 但如果一直深陷其中 而不自知 慢慢的 生活就会变得复杂而疲惫 一个人如果总是负重前行 又怎么会不累呢 就如朱光浅先生说 人生第一壮事是生活 人这一辈子 似乎总是在追求幸福 总是在不断寻找美好快乐 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幸福快乐真的很简单 幸福快乐就是物质上的极简 心灵上知足 今天义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义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前几天 我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种动物 让我十分震撼 在南美洲原始森林里 生存着一种鸟类 这种鸟全身翠绿 并带有一圈圈灰色纹理 就像一圈圈波浪 因此得名翠波鸟 这种鸟虽然美丽 但它每天忙忙碌碌都在筑巢 因而很是疲惫 翠波鸟巢穴唯一特点是巨大 一个个架在树上 场面甚为壮观 但这些巨大的巢穴 也不仅让人疑惑 翠波鸟是一种小鸟 体长不过五六厘米 可它们建造的巢穴 为什么比自己身体大几倍 甚至十几倍呢 后来有一些学者们发现 原来令翠波鸟不停忙碌的原因 竟是攀比 这种鸟攀比心理太强 容不得别人的巢穴比自己大 一旦发现别的鸟新建的房子 它便忙碌不停地扩建巢穴 最后两只鸟儿都先后累死了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过度的欲望能吃人 只是不少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总觉得别人比过自己 就会让自己没面子 因为为了维护表面的面子 不惜掏空自己的以后 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 做一些超乎能力的事情 攀比心能够毁掉一个人 而攀比心是如何毁掉一个人的 其实看看身边那些假装快乐 假装有钱 假装幸福的人就够了 从翠玻鸟的身上 我们可以明白 人生要想真正获得快乐 就不能总拿别人为参照 要懂得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 大学宿舍有个同学王丽 好不容易从小山村考到一流大学 原因美好的前景就此展开 但是因为自己的攀比心 却毁了自己的生活 王丽到了大学之后 第一次知道很多人的鞋 一双几百上千 也第一次知道 吃一顿饭就能花两三百 更是第一次知道 只要有钱 就能博得很多女生的欢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王丽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自己 迷上了消费 先是问家里人要钱 之后问同学借钱 最后临近毕业 欠了五万外债 不得不找一份工作 拼命还债 前段时间遇到王丽 毕业五年的时间 他欠的债的窟窿越来越大 没结婚也没恋爱 也没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若是王丽不改变 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拆东墙 补西墙了 俗话说 量入为初 花钱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有物质需求 但你的物质需求 若是不加以控制 只会让你越来越穷 好比生活中有些人 看到别人买什么 自己没有 就会生出攀比之心 于是买了东西后 更加的穷 别人还有自己没有的东西 于是恶性循环 自己越来越穷 湖南卫视老牌综艺天天向上中 一直被大家视为模范爸爸的汪涵 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间 陪伴孩子的体会 小木木虽然只有五岁 但是对于儿子的成长 汪涵并不敢松懈 他不仅给小木木安排了英语 围棋等课程 还要求他每天做仰卧起座 俯卧撑和深蹲来锻炼体能 此外汪涵始终还坚持一个原则 到目前为止 我拒绝加入家长群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加入家长群的攀比大军 家长群本是老师传达教学任务 与家长沟通的渠道 方便大家监督孩子学习 但是在现实中 有一些家长却不自觉地 总是喜欢在家长群里 展开比较大赛 比如谁这次测试的成绩好 谁这学期拿到的荣誉多 谁家孩子残疑广泛 这样的家长群 完全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确实是没有必要加入了 作家刘庸曾说 那些生活在被父母比来比去阴影里的孩子 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 体会不到父母的肯定和欣赏 他们的内心就像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 缺乏原本属于一个孩子的生机和活力 而一些真正爱孩子的父母 真正在意的是怎样去提升孩子 而不是把他们作为自己找面子的工具 有句俗话说得很是贴切 生活的泪一半源于生存 一半是源于攀比 我的朋友燕子就因为攀比失去很珍贵的东西 燕子本来和男友恩恩爱爱的 去年情人节 两人还一起晒了看电影 吃西餐的幸福照 可自那以后 我便没怎么见到她在朋友圈发动态了 直到今年疫情有所缓解之后 看到她整个人消瘦憔悴了不少 我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她郁语泪先流 去年情人节那天晚上 和男友约会之后 回家刷朋友圈 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在撒狗粮 什么999朵红玫瑰 名牌包包 浪漫烛光晚餐 越往下刷 越觉得委屈和愤怒 心里像有小猫爪子在挠 整个晚上她都在想这件事情 越想越觉得对男友不满 嫌弃她不够浪漫 不够大方 不够爱自己 第二天就找男朋友大吵了一架 之后两人也经常因为各种 与人比较而吵架 最后两人感情破裂 分手了 分手之后的燕子十分的伤心 茶饭不思 后来还因为工作出错 被老板炒了鱿鱼 如今她终于明白 今天的结果是因为自己的攀比之心 选择性屏蔽了前任对她的关心 事实上与周围人比较 充斥在我们人生中的各个阶段 生下来比谁长得快 读书的时候比谁成绩好 毕业之后比谁工作挣钱多 结婚之后比谁的伴侣更优秀 老了之后比谁的子女更孝顺 可我们都忘了 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不在于和别人攀比 而在于做更好的自己 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遗憾的一面 也有美好的一面 若斤斤计较于遗憾的一面 陷于攀比的困顿中 不免愁苦终日 人生的幸福千万种 而不攀比的人生 是最轻松的 一个人不可能时时 事事都高于别人 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只 累死自己的鸟儿 人活着能做好自己 那就是最大的本事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